開展首日港交會內閣場館人氣都非常旺 這屆港交會機電產品展區規模進一步擴大 是家電展館 替代升級的各款新品引來境內外採購商關注 傳統冰箱蒸發器都在背部 這款新研發的冰箱使用行業首創的底次行溫保鮮技術 蒸發器設在底部 冰箱製冷效果更好 冷蔥室採用門中門設計 飲料等經常採用物品放在外層 採用得少的物品放在內層 減少能量散發更環保 冰箱還會提醒用戶儲存的剩餘物品情況 向用戶推薦剩餘食材製作菜單 只會上不少企業關注家庭生活智慧場景 這家企業展示最新研發的全屋能源管理系統 收集太陽能候儲存在電池 通過液電器等可以為全屋實現 智能無間斷供電 這是新的新興趣 非常好 第134屆廣告會規模再創新高 展覽總面積擴大至155萬平方米 佔位總數7.4萬個 參展企業28533家 比上屆都有增長 參展企業中九成是民營企業 據港交會方面 會前統計第134屆港交會 歐美採購商與註冊人數 比上屆同期增長百分之8.6 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增長百分之11.2